脸书可以说是目前最热门的社群网站 而也因为它的高人气 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 就是脸书设计师 他们专门就是帮客户量身打造专属的脸书页面 做网页行销 而且已经有不少网路卖家 也相当看好这个趋势 大家好 我是右手超人 可爱笑容搭配搞怪问候 眼前的小女生在网路上很有名气 设计可爱明信片 文具 独特风格 掳获许多少女心 但随着社群网站发酵 开始有人希望它也能帮忙设计粉丝专业 其实草图到初搞 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 然后后续修改 应该每次修改 大概都可以抓四到五天吧 单体的话就比较好排列 可是如果它的东西形状太长 或怎么样的话就比较困难 网路卖家秀到商机 全的杂钱营造脸书形象 设计单品每个计价八百 整体风格设计大约一千五 花将近五千块设计粉丝专业 从台湾脸书粉丝专业排名来看 Windows系统排名第一 按赞人数超过一千四百万 汽车品牌预日车排第二 粉丝六百七十万 线上游戏魔兽世界 人气也有五百万 简单发一则讯息 就能传递给广大粉丝 立刻看见 之前我做手机壳 我一开始只是想说 做给自己用而已 我一PO 然后马上就超多人 就觉得很可爱 然后就一直分享 更加收入 要知道自己的顾客群在哪里 常留言的那几个 或什么的 就是可以跟他互动这样子 可能社群行销 或什么的 有个形象很重要 那其实大家会点赞 通常会直接看整个感觉 可能封面很可爱 或什么 我是这样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事先点赞 当过脸书粉丝 最了解他们心态 代理化妆品的阿狗认为 网络卖家透过粉丝专业 吸引顾客是很好的方式 愿意花钱找设计师 因为第一眼就要吸睛 设计师因此多了新收入 企业充人器也有方便管道 社群网站影响生活 商业模式跟着改变 余天TV元席罗正辉 邱欣怡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